暑假開始了 許多家長都帶著小朋友出國旅遊 桃園機場出國人潮也暴增 淘機公司日估 今天的出入境人數將達到12萬人次 其實這個疫後旅遊潮大爆發 國人出國熱度至今不減 淘機公司日估 暑假7月到8月 總運量上看800萬人次 已經和疫情之前 2019年同期的運量相當 不只桃園機場塞爆了 國人最愛的旅遊地 日本東京韓國首爾等地的機場 同樣也被入境的國際旅客給擠爆 淘機公司呼籲了 要提早3小時到機場辦理相關手續 另外也要特別提醒旅客 因為天氣炎熱 常常可見人手一支的手持風扇 如果使用的是一般的千酸電池 不能拖運也不能帶上飛機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